44题,44题,45题,4题主 嘉义买了一杯首摇杯饮料,梅子绿茶 他发现杯内饮料大约装8分满 在杯底还成了一颗梅子 以致这杯饮料在加盖后完全密封 他把饮料导致后放在桌上没有渗出任何饮料 杯内的梅子也保持完整状态且落在最底部 假设这杯饮料的甜度在导致前后都是充分均匀混合 梅子的大小也保持完整不变 第44题是问我们 比较这杯饮料在整杯导致前后 杯内的梅子在饮料中所受的浮力和液体的压力有何变化 我们晓得浮力的计算公式是BVD 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 梅子都完全在我们的梅子绿茶里面 所以他排开的体积是相同的 那么梅子绿茶的密度也都保持不变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浮力是一样 所以他的浮力会保持不变 而我们导致之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底面积比较大 所以导致之后我们的液面会下降 会降得比较低 而液压的公式是P等于H乘以D H就是所谓的深度 那我们现在的深度变小了 我们的同样的梅子绿茶密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压力就会变小了 所以我们的所受的液压变小而浮力不变 第四次题问我们说 杯内的梅子在饮料中所受的浮力和液体的压力有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择是C 浮力不变 压力变小